警车和救护车在案发现场来回穿梭 原本应该是人来人往的热闹商店街 被警方拉起封锁线 而在惊慌失措的人群中 还可以看到吓坏的民众 一面痛哭一面逃跑 根据各方统计 轻重伤的民众合计36人 死亡的有5人 死伤者几乎都是到当地旅游的外国人 从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出 爆炸火光出现后 现场就陷入一片混乱 从去年10月以来不到半年的时间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和第一大城伊斯坦堡 出现5起重大的炸弹攻击事件 总共造成188人死亡 至少630多人受伤 目前还没有任何团体坦诚犯案 不过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导说 伊斯坦堡的德国领事馆早就接获勤资 因此在17和18号两个上班日 暂时关闭 但当地政府似乎低估了恐怖威胁 记者徐佳人报道